立法院网站上早就已经公告 中研院长翁启慧将在3月31号到教育委员会 报告号顶案并接受备询 但现在可能有变数 总统府证实 翁启慧原本将在3月31号上午返台 下午赴立法院说明号顶案 却突然在3月29号傍晚 以岳阳电话的方式 以健康因素为理由 向马总统口头请辞 不过被马总统拒绝 返台离境号顶案 现在恐怕有变数 主因为假设他不来 那其实外界会有更多的疑虑 反而会延伸更多的问题 他请辞的动机跟想法 这个东西应该问他本人 而中研院也发出新闻稿表示 翁启慧请辞未获准 目前暂时请假中 也因为连日奔波的关系 身体健康欠佳正在休养中 待身体康复后将尽快返国说明 目前院长职务 占由副院长王泛森代理 王院长在美国住院 他的医师说他不能出院 所以明天是副院长来代理 他在职的一天 他来立法院备训 就是他的职责 希望他不用回避 勇于承担 如果他真有任何委屈 或觉得不排职员 就来面对大家的质疑 当年扁政府为了礼遇翁启慧 特许同时拥有中华民国国籍 以及美国籍 是史上第一位 有双重国籍的中研院长 如今翁启慧何时返国 动向沉迷 记者台北综合报道